主料,高筋面粉250克,汤煮60克,白砂糖40克,腌2克,鸡蛋1克,酵母3克,辅量,玉米油20克,高筋面粉18克,水90克,酸奶。 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先做汤煮面团,高粉20克,加入清水吧云,然后加热至浓稠关火制凉,加入主料中的所有原料,现液体后面粉,启动和面程序,这是第一次和好的面团,加入玉米油制结束,放温暖处8至2倍至2.5倍大,把面团取出排气,分成均等的小面团, 然后醒10分钟,赶开面团,包入花生芝麻馅,花生芝麻炒熟加糖打成粉,放入模具,用手压一压,放温暖处8至2倍大时刷上蛋液,送入已经预热的烤箱中层170度18分钟,在面包上还就盖上锡纸,烤好的面包包得好大,立即取出,脱膜放烤网上晾锅时放入保鲜袋,第二天早上是特别的柔软,很香的呢, 烹饭技巧,面包大快上晾就盖上锡纸,以免上晾过深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